对,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现在大家看,开场没以后就一拉一销 敞篷农机,另一个长短球 好的 他们俩的这个不同点非常敏捷 大家看,注意个三吧,四吧 他就是风的意识 现在第一局输了之后,第二局要力球变化 如果不变的话 好球 朱世佛呢,这是在韩国啊,是一名新秀 他今年是25岁 他们大家都知道韩国的这个可以说培养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像刘南葵啊,金泽珠啊 所以也是个,对一个优越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粉丝 对,而且朱世佛在前几年特别想到中国了 这个俱乐部,对这个,呃,一个药厂的这个俱乐部 它从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 这个美国呢,把这个篮球搞NBA 他们想将来的中国的乒乓球 那么所以大家对这个非诺江这个乒乓球也是非常熟悉的 对 所以这次非诺江电视台主办这样一个原始单打的争霸赛啊 就是抓住了这个猪车的弱点 而且控制弱点控制的非常好 现在刚才咱们俩看见球 咱们发现第一局,蒋蓬蓬是拉拉搓搓,输了 所以现在咱们俩看,第一个球上的一不如新的话 没看清就拉拉就上了 来,黑龙江电视台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在黑龙江电视台2800米演播大厅 为大家转播的是新三星,新动力杯2005龙 又一次的乒乓球的顶尖的赛事 那么这次比赛呢 养冯冬以外呢 还有投入的著名选手像赛福 斯米尔诺夫 梅兹 输完以后 到现在他的局势在一直在处于比较优势的 为什么 就是他加强的竞争 现在刚才大家看中式的连续 在第四盘 赶拉 这个球就是 一般是飘飘忽忽的 当你发力的时候 他的球回来是转的 当你不发力 他回来 比分呢是9比5 朱师傅领先 现在是 中霸赛蒋鹏龙对朱师傅的第四局 第四盘 是当中最关键的一局 好 好 可能观众过于激动了 大家都像 朱师傅的这个正常的路 看见吗 这个球哈 就蒋鹏龙假如说在拉弧圈 和冲弧圈和落点和速度 要是搞得好的话 蒋鹏龙就稍然上红 假如朱师傅在得分率高 那这个鞋的取冲的情况就好 在蒋鹏龙就是一点机会都不会放过 发力 三板 不行 再掉短球 朱师傅回来 这次 非常快 你讲风这个就长得非常漂亮 看见 这个你真是你争我 你不想我 韩国有什么不同 这次黑鸣鸣鞋还主办的男子 拼球单打争霸赛啊 他也是邀请了很多 这个看出来的这个打球 打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这次啊 男子拼球争霸赛 是非常有看点的 这两位先生都在中国的俱乐部效力 像这个朱师傅是在四川 成都的一种 对 而蒋鹏龙是道歉 山东的 这个球 现在蒋鹏龙采取拉长接 拉脱接合 好了 主持人又是反攻 还有这个球台上啊 乒乓球上就有可能有湿润的 对 两板爆抽 反正排球要上去就短 右爆抽 现在打成了11比11 进入关键的第五局 这个培养的力度加大了 而且这个新的选手在不断的出现 那么在这场之后 将进行的第二场比利时赛福 第四场呢 为俄罗斯的斯妙诺夫 对这位 顶尖的选手 而且在技术上呢 也做特别 有消费 现在单纯的靠消球 单纯的防守 这样呢 已经没有了 对 像过去五六十年 这个中国一直独秀的话 那干什么 这个国际性就差了 对 对 对 现在这是 蒋红龙今年29岁 第一个经验比较丰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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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蒋红龙 謝謝